Hello, 大家好 分享一下剛剛那首歌 《Watch a Feeling》的一些跳舞的心得 留意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問你的有關人員 你的跳舞老師 你的醫生 或者你的研究老師 我講話只創作參考 一個心得 沒有任何標準 如果我說對與錯 你選擇的 喜歡聽就聽 不喜歡就 了解一下就算了 第一個動作 當我們拉下來的時候 一個上下的協調 這裡就向下拉 這裡數拍子 1, 2, 3, 4, 拉下來 5, 6, 7, 8 我們留意手 當我們手拉的時候 曲手腕 在這邊 留意手指公擺位置 在這裡 當你拉下來的時候 你的手不是這樣 在平面這樣拉下來 你拉下來的時候 是夾近身體 所以當你的動作 是拉夾 當你夾的時候 其實身體在平面 是不夠位的 所以當你做的時候 要轉 把你的身體轉 拉進來 來一次 當你拉的時候 身體的肩膀 轉向後 這樣拉 就適合位的了 接著 加上你的頸 一起協調 身體下去 與此同時 你的手要拿上來 你留意 手在側邊拿 側邊拿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不可能 一定會拉的 然後你的手 就要向前 然後你的尺骨和脖骨 可以轉 轉 拉下來 整個動作 拿起 這個是正側邊 OK 然後拿起的時候 到最腳 最腳的位置 就是拿前 轉 你的手 手可以這樣轉 轉 你的手 拖下來 又是用手 靠下來 夾 當你做的時候 肩膀可以不轉 但是這裡一定要 就肩膀轉 拉進來 整個動作 然後就這樣拉 你可以當你做完 這個下的動作 轉手的時候 把手夾近身體 即是會這樣夾近 這樣就好力一點 這樣放開 就不會太好力 當你做完這個 你也要留意 當你的拳頭這樣握 會相對放鬆 你可以把拇指 這樣夾進來 這樣握的時候 手會更緊 如果你想出盡力一點 就這樣握 沒有那麼出力 就這樣握拳頭 要記住手腕 也是曲的 OK 除了這個小技巧之外 你拉前 手拖 拖身的時候 要扯牆向上 令到那隻腳 後面是在旁邊 黏著 拖出來 拖出來 OK 好了 當你做的時候 手指是打開 找一個食指 或者中指指著前面的感覺 但其他手指會走出來 這是用食指做中心的指手法 這就是用中指指手法 當你做的時候 身體不會平平 即是不要這樣 當你拖 我拖近你的時候 這樣是很困難的 你們將身體打開 轉開 到的身體 然後在側臉 這樣不會到這樣 你加上手指感覺 身体会拉,保持向上拉的感觉 不是压着腰部 然后将下巴夹近肩膀 是这样夹近肩膀 不是夹着肩膀 下巴夹近肩膀,转向后 少设置肩膀,保护它 让肩膀不要转太多 不要沉下,肩膀有机会受伤 手打开,不要在身体的肩膀上握 过了身体的肩膀,把胸口放开 放松地夹进来 不是这样拍下 不是这样拍下 是手游下来一下 然后转向上握 当你做握的动作 你将身体挨向前 握 握着手握脚 如果你没有问题 是尖上手,身体的髮位会更多 然后呢 另一个向上握的动作 也是,当手指向上手 用上手 用食指或中指指向上的感覺 當指著眼燈指著消防頭也可以 指著手下來的時候 你的手要轉 又是赤骨腩骨轉 然後變成手背 下 再轉 上 然後回來踏腳 馬上斜高 然後由雲正位拖開手 另一邊做也是 由胸口一開 紙上一張屈 轉反用手背 轉反手背 兩下之後 拉高人 推 整個動作就是這樣做 然後 拍子的問題 要停一停才下 然後把手放在前壓 這個運輸位 握進去 停一停 握進去 OK 還有一個動作 我們拍推 在這個時候 記住手 是在前面的 如果你在這裏 其實都很驚 在前面 射手那裏 力推 儘量張開手指 抹開掌 甚麼是抹掌呢 這樣是一種款式 這樣是一種款式 有一個手心這樣抹 你看看 你抹掌的時候 可能跳PALA PALA 或者日本那些舞 就會這樣 但我們通常手心有一個洞 這樣抹掌 就有力 而且能控制到肌肉 OK 好 好 接著轉的時候 你首先放在這裏 然後燈手肘 燈手肘 燈手肘 就不會讓牙開 你幻想它擋住 一燈 然後向上拉 它擋住你 那時 你把力 把身體向上接 那套縮 你會覺得 這裏有條拉鏈 由你那套扯上去 骨子有少許可 這隻腳 後腳就會放輕了 黏腳那裏放向左 然後放那裏 轉 這裏一直都要收緊 一直收緊 然後這個位置放 坐下去 轉頂 放 就是一路用力 一路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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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位置放 但它的重心仍然在這個大腿上 接著D邊的大腿肉 有少許向上拉的感覺 胸口向上拉 就射了膝蓋的獨立力 OK 然後 拉手 是抹盡的手指 腳踏後 發向斜邊 就不要發去中間 因為整個動作 發手 你的身體是用不完的力 用完的力 要發軟 加上你的腳 那怎樣做呢 你做的時候 一個盆骨不可以直 那你很容易弄傷 做很多動作都需要靠前一點 讓你的脊骨有更多空間 下的時候 轉 你見到身體是領的 領的 領的 就沒有了 好像更深一點 拿了更深一點 好像打太拳 這樣拿著拳頭 這樣打是沒有力的 如果你的手打開 是很有力的 又很快的 如果把手完全放鬆 更加大力 你會留意 通過拳頭 或者大鞋 師傅可以問一下 那手究竟是拳頭 還是拳頭 用的手是會用得到 用得好一點的 好 然後還有這個 手有左邊 對右邊的盆骨 的後面 就這樣 就不要側面 後面用完的力 都一樣 你拿的時候 轉身 好像滑停 有一下 就在這裏 拿起 等一下 扇腳在後面 然後再轉 拿起 扇腳 然後再轉 然後再轉 形成了一點 這樣 就像滑梅太 那樣 你就會吃到 那個 拔子 那 我們還有 是 當這個轉的動作 你黏著那裏 好像截著 就不行 手轉 用手背 習慣反手 當你做的時候 發出去 那一刻 高的時候 就用腳 如果你膝蓋去好 這個 衝過的時候 膝蓋 摺著膝蓋 批出去 有兩個力 這個一個力 第二個力 就留意 腳趾在前面 是最夾的 拿起 轉一轉 骨骨 鐵器 在中途 拿起之後 轉骨骨骨 整個動作 拿起 轉骨骨骨 接著 PACE 就是一個噴通的感覺 留意 轉的時候 一轉 一拖 轉完 要一下 看到 然後調整 你的線 變成一個直線 很多時候 轉的時候 就會 不知道去到哪裏 OK 大概的技巧 在這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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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